有个朋友想问6823 就是那个电信的股份 好,他问现价可否收集? 现价就有点高 我自己一直都倾向买这一类 偏向防守或者收息 或者所谓的价值型的股份 就不倾向高追 很多时候想破顶 想买去突破来追 很多时候在这些价值股上未必有效 更何况不是刚刚突破 如果你看到股价方面 他月月头的时候 都已经穿了之前的阻力 的确这几天 他就再爆多接近三四毫子上来 但是说真的三四毫子 你计算的幅度是否特别大 就不是 所以这些股价偏向 就通常等股价 回落 又或者当市场是毛利拉加 不知为什么在沽的时候 通常就趁低吸纳会是好一些 所以你每次见到他的股价 跌的时候 跌到他之前的一些 相对的低位 或者一些支持 通常是会有些买盘 是立即买回上来 但是通常你见到他每一次 升得很多的时候 或者可能过去一段时间 出了很多洋装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通常股价就会有回调 所以这种股价我就不建议 去到高位才追 看看会不会等他下 例如10.5%左右 到时候才慢慢去收集 如果收息的话 就是等他的价格回落 那么你的息率就会高一点 对了 对了 按摩